大家好,我是刚安 今天休息一天 到山里面去找一点野菜 回来下火锅 阿布 罗地面切开啊 每一年油菜蔬菜 都是自己种,除了水稻 今天天气不错 这种小时候经常当凝食吃的 吃起来脆脆的 还有萝卜上面发的这个嫩芽 可以当蔬菜吃 也可以直接这样把它剥开 萝卜上面的更好吃一点 没什么辣味 萝卜有一点点的辣味 这种就是地米菜 我们这边常见的一种野菜 用这种下火锅是很香的 一般荒田 荒地 以及地烤上一般都有 这种开花就是这个样子 白色的花朵 地米菜啊 这种开花就是有点老了 专家说这种野菜有毒 那种野菜不能吃 但是我阿布八十多岁了 常年累月吃野菜 身体非常的好 不注意看是看不出来 都长在那些扎草堆里面 你看 如果这种用手拔的话就不好拔 你看这是一颗完整的地米菜 我现在用手拔 你看就不好拔 它的根扎的有点深 这样根部把它割断 然后洗起来就很好洗 太多了 找了一会儿 就找了这么一满篮子 地米菜的话 一定用这种镰刀割它的根部 这样好割一点 好 那现在回去下火锅 这种菜是比较好洗的 关键的就是它的根部 一定要割干净 要不然根部的泥巴就不好清洗 它这个泥巴稍微搞一点水 它泥巴自然就掉了 然后把那些枯黄叶子去掉就可以 还有那些野草去掉 挖完地米菜 我阿布又去做事了 还脱衣服 我家的猫就是怕冷 老喜欢睡到火坑旁边 很温顺啊 这是我阿布的腊肉 他们两位老人家也是一年吃到头的 他说有一边猪头 他吃了一边 然后还一边说送我 那就是这个猪头了 这种辣猪头下地米菜是非常的美味 这种辣猪头是我的最爱 这个猪嘴巴是非常的好吃 还有这个猪面夹也好吃 特别是个猪耳朵 吃起来就像吃脆骨一样 放到火上烧一下 先烧一下 它的皮会变脆 同时把它 猪头上的猪毛把它烧掉 洗得干干干净净 先浆水煮 小鱼 炒香了之后就加水稍微焖一下 把它的笼汁焖出来 然后就下地米菜 稍微烫一下 烫熟了 这种吃起来很香 好了 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记得给我点个赞 明天见 好